至于乌克兰的反击也相当有利到现在祭出了新战 莱克劳士在俄军入侵之后 传出有大批的军官被乌克兰给俘虏 除了有少校被乌克兰的士兵拔掉军阶羞辱他之外 甚至有俄军士兵被民众围住大喊 乌克兰不欢迎你而坐在地上痛哭 甚至因为抓到的俄军实在太多了 乌克兰内政部直接成立一个网站 然后放上这些被俄的俄军个人照片跟证件 要帮助他们向远在俄国的亲人报平安 俄罗斯少校双手护着头还被拔掉军阶羞辱 乌尔开战后俄军遭到乌克兰军队强力阻挡 进攻也受挫 如今乌克兰更祭出新战策略 特别架设网站27号上线 点开网页可以看到有被俘虏的俄军影片 或是阵亡者身份证明文件 毕竟根据乌克兰内政部消息 过去几天俄军就有超过三千人死亡 两百人遭浮 而这个网站让俄罗斯民众 可以知道从军亲人的下落 坐在阶梯上低头啰气 另外更有一名年轻俄国士兵被俘后 在乌克兰民众包围下爆头痛哭 只喊我要回家 影片在各大社群平台疯传 而引发热议的还有这个 网路上流传好几名疑似俄国的士兵 在乌克兰超市到处搜刮 通通被监视器给拍下了 前前美国国防部官员 分析俄军后行补给计划 有所失误 恐怕这连填饱士兵肚子都有困难 虽然影片还没有得到证实 不过恐怕俄军在乌克兰作战情况 并非俄罗斯当局对外宣称的这么完美 记者赵报导